这是全国跳水锦标赛后的一幕 赛后一位全红蝉的粉丝指责裁判时 被全红蝉听到后的现场回应 仔细听可以发现 全红蝉当场就发声进行了制止 听得到说的是要这位粉丝不要这样讲话 必须承认全红蝉真的太好了 他太纯净 太善良了 一路走来 每一次全红蝉丢掉冠军 都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而且他是对内标准的开心果 谁都喜欢他 希望外界不要给他太多压力 不相信全红蝉真诚 看看另外一段采访吧 可能我个人眼睛觉得不是准备吃的好吗 还尝到哪些好吃的 我们没有出去 我们在酒店吃